嗨 今天會教大家花水菜 那就是比較簡單的 入面的上色 那我們馬上就開始了 第一步我們挑一個淡一點的皮膚 顏色 通常就會用到 黃色 橙色 紅色 那如果你想皮膚 偏爛一點的顏色 就可以加一點 綠色 每個顏色比例不同的時候 它的效果都會不同的 那所以我講到的 這些顏色 大家都可以先在紙上 試試跳出來 看一些硬心碎 硬的話 再去上色 那我們這個淡的膚色 上完之後呢 就用一個新一點的 去上一些 陰影部分 比如說鼻子 接著我們的 眼皺 這些地方 然後我們挑一個 紅色加白色 就是一個粉色 上下我們的臉部 接著一些 硬眼的地方 最順都是一樣的 先上一陣 坦坦的 粉紅色 然後呢 我們可以加少少啡色 加少少啡色 就可以上眉毛 接著呢 再用紅色加少少啡色 都是上回我們的陰影 現在這個步驟 現在這個步驟呢 就可以慢慢去加深 加深面部的輪廓 那下眼線的地方 包括我們眼柱 現在都可以慢慢去加深 然後就是我們的眉毛 都是線上坦坦的眼色 鼻子 鼻子的下面 然後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都是會有陰影的 我們最多是指球體 所以這邊 這邊都會有陰影的 然後 眼睛 眼白 這裡都是 有眼皮的陰影 然後我們再加深 眉毛 這些陰影 那其實這個時候畫得差不多呢 就可以 用一個比較深的眼色 再去畫我們的眼柱 這個時候基本上要貼近 你成品想要的深度 我們的鼻子 還有 嘴角位也沒有漏 眼線部分 都是加深 然後這個時候就檢查一下 有沒有其他要加深的地方 跟著呢 我們就可以畫最順了 最順呢 都是挑一個紅色 那如果你想彈一點 可以加一些白色 可以加上去 暖一點 就加一點黃色 或者橙色 然後刻畫一下 我們這些眼圈的部分 眉毛的部分呢 可以用小的筆去做一些毛毛的感覺 跟著來到頭髮的部分呢 我們先用淡淡的灰色 你也可以加一點點啡的 所以頭髮的部分呢 都先補一次 還有背景呢 我不想它太白 那背景我都會補一點點的 然後這個眼線呢 我對這條濃一點 它就會深一點 那都是繼續畫畫 我對頭髮比較深的地方 嗯 頭髮都會有一些收光面 還有一些陰影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變得深一點 變得淡一點 然後我們再調 再深一度 那就是合畫春 它最黑的地方 跟著呢 我們用柚的筆去畫一下一些比較柚的頭髮 跟著呢 可以用一支柚的月筆 去畫幾條比較小的頭髮絲 這樣 那我用到一些綫綫綫的線粉 去點一下我們的 離度 眼皮的上面 還有 追出 這個位 那在這些位置點一下呢 會顯得我們整個畫面更加靜緻了 我們這幅畫就完成了 整個畫面是比較清爛 比較有氣質的 那這個畫是很適合作為一個生日禮物 那如果大家想畫一幅畫給自己或者在身邊的人 都可以找我畫的 都可以找我畫的 可以在小紅樹 可以在肉箱裡跟我聯繫 那我們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就好了 我們已經有很多可以畫的 我請站在那裡 如果現在已經有一個很良甘出 就好了 我們再看一下 那就完成了 那就是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做什麼 給大家的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做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